在世界文化遗产云钢石窟景区内 一山而凿的大小佛窟脚下 东山菩提艺术区成为新近网红打卡地 近日记者来到其中 这里的所有设施均是用市政建筑垃圾 煤矿废旧机具等固体废物改造而成 变废为宝随处可见 实施这项工程的设计师便是 云钢研究院党委书记张卓 大同作为工业基地 那些大机具现在随着煤矿的关停 电厂的关停被作为废钢铁 卖掉化成铁水 我觉得这可能导致我们 这个城市的历史的消失 所以我开始收集这些东西 以至于我现在成为大同事的第一破烂王 烧了几千东钢材 这些钢材都给它以一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长阳东山菩提艺术区 由废旧机具改造的工业风雕塑造型各异 铁塔 卡通造像 修器铁瓶等景观处 游人纷纷拍照留念 其中张卓最满意之作 是一排由城市废旧地下排水管等材料 打造的蜗牛公寓 公寓门前立着几个佛灯塔装建筑 他们是用煤矿筛煤设备改造成的通风口 公寓水泥外墙上嵌着一个个圆形玻璃窗 顶棚铺设太阳能发电板 自给自足的同时也向景区供电 进入公寓 连排房间均由废气管道改造 大厅内有会客厅 洗漱池 公厕等设施 地下则利用原有矿山的废气菜窖 改造成放映室 酒吧 餐厅等 公寓不远处还有用废旧锅炉改造而成的胶囊公寓 在绿荫树丛中别有趣味 一个城市应该是由不同时代建筑形成的一个历史的载品 所以我们要保留城市文化的完整性 估计随着现代化的发展 它不会再用这种烧梅锅炉的样式了 它会成为一种历史的绝版 那么我们把锅炉保存下来 作为历史文物留下来 我想可能过上十年二十年以后 许多人都不认识这个锅炉样式了 而这正是它保留下来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此外 在建设办公区围墙 停车场 以及更加人性化服务的修器桌椅 公厕等设施时 张桌均放弃了传统的青砖建筑 而改用废弃水泥块 工程剩余木材 煤矿电厂淘汰设备等材料 2018年6月 张桌被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及生态环境部等六部委 联合授予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称号 云岗研究院现在已经被教育 教育局和生态环境局确立为 生态环境青少年教育基地 近年来云岗石窟每年接待自越来接受 生态文明教育的大中小学生约80万人次 他的这种行为会被各行各业的环保人士所感动 也会激励社会的各行各业的人士 为环保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